哈喽 今天是2024年2月29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0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周四全线回升 核心PCE虽然说环比加速上升 但好在同比2.8%的增幅延续了通胀放缓的趋势 这令上半年开始降息的可能性得以保留 而个股方面 今天想和大家来看的是Salesforce的财报 因为这家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龙头企业是基本面相当不错的一家SaaS软件巨头 对于软件领域有着风向标的作用 但股价在昨天财报公布后 盘后一度大跌了5% 然后又迅速的转涨 今天开盘之后保持涨势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财报中有什么线索会导致他们的股价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 简单来说 这次的财报和最近好几份公司的财报一样 都属于是给出了很好的业绩总结 但对于未来的前景展望则不能令人满意 那加上技术面本身就积累了大量的超买压力 需要寻找一个释放的理由和借口 于是前景展望的略微疲软就成为了锁定获利者的推动因素 令卖盘一度出现 但实际上这份财报整体还是不错的 先看具体的数据 表面数据没有问题 再一次交出了doublebit 第四季度收入达到了92.9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2023年全年收入达到了349亿美元 增幅也是11% 过去的一年中 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是大概11%的增长 看上去是有一些增长乏力 但好在环比来说 这次第四季度的增幅达到了6.5% 比上个季度的1.4%是有所改善的 而真正支撑股价在最近能够再次突破300美元高位的 还是他们强大的引力能力 第四季度净利润进一步增加到了14.4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9800万美元的亏损而言 可以说是巨大的扭亏为盈 环比上个季度的12.2亿美元也有着18%的增长 令整个2023年是狂赚了41.4亿美元 刷新了2021年40.7亿美元的记录 可以看出激进投资者的介入 积极推动Salesforce管理层削减开支的做法 加上他们订阅业务 尤其是在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 还有就是产品服务的创新 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好的利润提升 这也就帮助他们不停的合理化股价走高之后的估值水平 那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已经高达了113倍 主要是2022年利润的大幅缩水 但凭借着盈利能力的恢复 他们远期市盈率已经大幅下降至了31倍 而市盈增长率PEG也只有1.56倍 都属于是相对合理的状态 也就难怪股价会再度攀升至 接近312美元的历史高位附近 当然了财报后 他们的前景展望确实不太理想 对于截止4月份的当前季度 Salesforce预计收入在91.2亿美元至91.7亿美元 这和市场预期的91.4亿美元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真的这样 那就会不及第四季度的92.9亿美元 再度会出现环比下降的局面 而针对整个2025财年 也就是2024年 Salesforce预计全年的收入是在377亿美元至380亿美元之间 意味着增长幅度是9% 将会不及市场预期的385.7亿美元 也就是说11%的增长目标 所以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利空 但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很大的利空 和我刚开始聊到的一样 这更像是股价在高位获利者有些担心之后 寻找到的一种卖出的理由和借口 第一就是Salesforce管理层是出了名的保守 过去至少10年中 他们没有一次的季度财报是表现不及预期的 连刚刚好达到预期也只出现过两次 其余的38个季度都是超过预期 而第二就是Sales行业一大优势是收入稳定 在最新的季度财报中我们看到 Salesforce依然有着569亿美元的未交付订单规模 未来12个月需要履行交付义务的合同规模 达到了276亿美元 同比增长12% 这样的核心指标 等于就是给业绩打了一个坚实的底部 也就意味着 对于刚刚提到的拥有良好达标记录的Salesforce这样的公司而言 前景展望只是略微不及市场预期 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最终数据出来的时候 大概率还是会比市场期待的要好 而估值角度来说 除了刚刚提到的数据 合理股价现在还是位于在312美元 正好就是之前的股价高位 因此当前的估值风险实际上并不高 长线走势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还是短线技术面上潜在的双顶背离形态 但考虑到今天分析的财报信息和估值情况 我会觉得就算真的有技术回调 更多的还是会维持一种高位震荡的方式 想要出现大幅回落 目前来看还是很难的 因此对于持有的朋友可以考虑继续持有 但没有入手的朋友 则可以观望一下 看看什么时候能把技术面的压力消化掉 为下一波的涨势打好基础 现在需要观察的依然是312的阻力效果 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的是美国的营建支出 还有就是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新型指数 同时可以更加重点关注的 就是制造业的PMI指数重要的先行指标 另外明天在美联储方面 包括像亚特兰大和旧金山的联储主席 还有就是美联储理事库格勒 以及沃勒都会分别发表讲话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他们是否会继续的打压降息的预期 而在财报方面 明天有两份公司的财报可以留意一下 分别就是Plug和FootballTV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3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38财经APP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